一位女富商应要与朋友共进午餐 却被残忍地分尸成了十大代 而凶手竟是他常年资助的一位朋友 令人不解的是 男主竟然向其家属索要千万赎金 却为何在没拿到赎金的情况下 就选择了私票呢 是计划之外的意外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呢 本案缠送了八年 嫌疑人六度被判死刑 至今仍未复发 在狱中他长篇大论为自己辩解 声称冤枉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在承认分尸的同时 有不断声嘶力解的喊冤呢 请看今天的故事 萧氏的女富商 大家好 欢迎打开X档案 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台湾的高雄市 2003年4月22号的一大早 有个姓卢的先生 火急火燎的 跑到了凤山区派出所报案 他说他妹妹卢金慧 昨个晚上一宿没回家 电话也打不通 卢先生回忆说 妹妹出门前跟家里说 是约了朋友吃午饭的 这一走就没有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失踪者的背景信息 失踪者名叫卢金慧 十年42岁 是名事业有成的女建商 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后来离了 离了之后就一门心思的 扑在了工作上 卢金慧的家族 在凤山当地颇有声望 家里大多数成员 都跟地产行业有关 而且他们家热心公义 家族才列在当地是人尽皆知的 可也正因为这样 家人担心他会成为绑匪的目标 警方接到报案后 一开始以为 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可能是他手机没电了 也可能是临时有事 忘记跟家里人说一声了 当考虑到卢金慧的背景 他们也不敢怠慢 马上就着手调查 了解卢金慧平时都跟哪些人交往 日常在哪些地方活动啥的 同时也安抚报案人卢先生 说现在还不确定 卢金慧是被绑架了 还是因为别的啥原因失踪了 让他先别着急 有最新情况随时跟警方联系 就这么着 暂时把卢先生给打发回去了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卢先生报案后的上午10点多 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道上混的兄弟 说卢金慧在他那做客 说他们兄弟几个犯事要跑路 可身上没钱 让家属准备1200万的赎金 卢先生就要求听一听妹妹的声音 好确定他是不是安全的 按说为了让家属放心给钱 绑匪一般都会答应这种要求 可怪就怪在 这个绑匪居然拒绝了 他说如果你不信 可以去盛光医院前面的电线杆 旁边找找 卢金慧的车钥匙就在那 车子停在麦当劳的停车场 卢先生照着指示去找 还真找到了车钥匙和车子 这下他相信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卢先生一得到这消息 马上就报告给了警方 这下子警方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马上成立了专案小组开始调查 首先他们去查看了 卢金慧车钥匙和车辆停放位置 周边的监控录像 虽说那一块确实有摄像头 但可惜的是那些位置全是死角 警方把案发当天的录像 仔仔细细看了个遍 结果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着 既然查监控这条路走不通 警方就去调查了绑匪的来电号码 结果发现 对方用的是所谓的王八卡 这是一种用他人身份信息 注册的手机卡 通常是借用外籍劳工的身份办理的 所以用这种卡拨出的号码 警方根本无法追查到对方的真实身份 为了能多争取一些时间 警方就让卢家尽量想办法拖住对方 很快绑匪又打了电话了 他们就按照警方的指示 跟绑匪周旋了起来 绑匪说要1200万赎金 卢家就说了 虽然家里有点钱 但这么大一笔现金 可不是说有就有的 得去银行抵押啥的 估计是绑匪怕拖久了出岔子 两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赎金从1200万降到了1000万 最后定在了800万 这绑匪对赎金还有一对具体的要求 比如说要用旅行带装 不能有连号钞票 不能装追踪器或自爆染料 卢家也尽量跟绑匪谈这些细节 好继续拖住对方 给警方争取更多的时间 警方这边经过一番调查 也有一些眉目了 根据家手提供的信息 当天卢金会是约了朋友出门吃饭的 这就说明他认识绑匪 警方就通过卢金会的通讯记录 列出了十几个可能的嫌疑人 再通过查看卢金会的银行流水 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可疑人士 欧阳荣 账单显示 卢金会每隔上几个月 都会给欧阳荣汇款 少的时候四万块 多的时候十几万 最后一笔汇款是在4月7号 也就是案发的半个月前 最重要的是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 欧阳荣这个人负债累累 因此就认定他有重大嫌疑 但因为这人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 警方也不敢情取妄动 只好派人在欧阳荣住的地方盯着他 警方对欧阳荣进行了全天候的跟踪 可发现他每次出门 好像都是在瞎转悠 警员跟着他跑了一整天 也没找到卢金会的半点踪迹 也没瞧见他给卢金会送吃的 警方一度怀疑是不是搞错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案发的第三天 也就是24号的下午 这绑匪又给卢先生打电话了 问他800万赎金准备的怎么样了 一听准备好了 绑匪就让卢先生在15分钟后 准时到附近的一家理发厅去 让他在理发厅的电话旁等他电话 绑匪这一招打的警方是措手不及 虽说这理发厅离卢家就100多米 可转移监听设备重新再接线 那得花不少时间 绑匪的目的十分明显 就是想打乱警方的安排 让卢先生脱离警方的监控 因为时间紧急根本来不及部署 刑警队的副队长直接假扮成顾客 提前到了理发厅埋伏着 卢先生按照指示15分钟后到了理发厅 很快这理发厅的电话就响了 绑匪在电话里说 隔天下午在台南永康交赎金 可具体位置没讲 说还会临时通知他 还让卢先生在家等到电话再行动 绑匪又提了一堆要求 不能装追踪器什么的 最后绑匪还要求卢先生跟他对一下表 时间必须精确到秒 一点误差都不能有 警方就猜测 这绑匪可能是想靠这种精确到秒的时间安排 让警方难以预测他的行动 因为交款地点是临时指定的 所以警方当时也摸不清这绑匪 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警员仍在盯着欧阳荣 不过这个时候 警方还不能完全确定 欧阳荣就是绑匪 时间到了第二天 欧阳荣这边果然有动静了 现场监视的人注意到 欧阳荣开车上了中山高速公路 接着在顶心交流道一根电线杆旁停了下来 他在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纸条后 便匆匆离开 警方走进查看 上面写着 张哥车直开 经八个红绿灯 大流通超市前等 十分钟给你速 这里的张哥就是卢金慧的哥哥卢先生 很明显这是给卢先生看的交款指示地点 警方怕惊着对方就没敢把这条撕下来 这时候警方已经确定欧阳荣就是那个绑匪 可卢金慧在哪还不知道呢 所以警方还是不敢贸然行动 他们就继续跟着欧阳荣回到了家里 可奇怪的是呢 卢先生这边一直没等到绑匪的电话 眼看时间紧迫 警方决定不等了 既然已经确定欧阳荣就是那个绑匪了 他们就直接下了攻坚的指令 警员河湘实弹的冲进屋里 轻轻松松就把欧阳荣给拿下了 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三张王八卡 可屋里就欧阳荣一个人 根本没有卢金慧的影子 随后警方就把欧阳荣带回警局进行审问 可这欧阳荣死鸭子嘴硬 一口咬定自己跟卢金慧的失踪没关系 他说自己就是听说卢金慧失踪了 才假装成绑匪跟家属要钱的 他一个劲强调自己真不知道卢金慧在那 警方自然是不信他这个说法 接着警员就对欧阳荣的住所彻底搜查了一遍 结果在浴室里 他们闻到了一股特别浓的消毒水味 还在排水管道里采集到了血迹 惊化炎 这些血迹属于卢金慧 另外警方从大楼物业那里 调出了电梯的监控录像 发现欧阳荣在案发当晚 提着几个黑色垃圾袋出门 当时有邻居看见他 一个人拿那么多东西就提出要帮忙 但被他给拒绝了 这个实话 警方怀疑 绑匪已经撕票了 可又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着急的撕票呢 在掌握了这些证据以后 警方再次对欧阳荣张开审讯 本来想着 稍微给他这压力 他就会全盘拖出了 结果多次审讯下来 他就是死不认账 专案人员好生好气的劝他 我们就是想找回尸体 你这个罪多也就是毁弃尸体罪 卢金慧的哥哥卢先生也承诺说 只要说出他妹妹的下落 他愿意拿出800万 给欧阳荣的子女当教育基金 这欧阳荣沉默了老半天 最后给出了第二份口供 为了让大家自行判断 这份口供的真假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欧阳荣和卢金慧是怎么认识的 欧阳荣是年47岁 原本是某造纸厂的高管 可在1999年4月份的时候 被公司给开除了 从而以后 他是投资不行 股票也赔 搞得是负债累累 99年12月份的时候 他租了卢金慧 也就是被害人 名下的一间门面房 开了一家咖啡店 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不过呢 欧阳荣的咖啡店 第二年就开不下去 关门了 没工作的他 就靠着能说会道 赢得了卢金慧的信任和同情 卢金慧觉得他怀才不遇 再加上 这欧阳荣的前妻 前些年出车祸去世了 一个人养孩子挺不容易的 卢金慧就以朋友的身份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借钱给他周转 每次金额在4万到16万之间不等 想着朋友一场 就帮他一把 欧阳荣后来就改行 去做宠物行业的生意了 卢金慧从2000年10月份 一直到2003年4月份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个月 都还在资助他 在欧阳荣的第二份口供里 他说自己跟卢金慧是男女朋友关系 4月21号那天 他约卢金慧在麦当劳吃饭 随后卢金慧就坐他的车 去了他的住所 两人随后就发生了关系 接着呢 两人在浴室洗澡的时候 卢金慧发现 欧阳荣背着他还有个女朋友 这让他非常的愤怒 两人就在浴室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欧阳荣说 卢金慧不小心滑倒 脑袋刚好撞到台阶上的瓷砖上 人就这么没了 他因为害怕被人发现 就慌里慌张的 把尸体给支撑成了碎块 分装在了十个袋子里 六袋扔在了鸟松香路边的垃圾站 四袋丢在了关湖山庄后边的竹林里 随后他还用肥皂水和消毒剂 把县长彻底清洗了一遍 处理完这些后 欧阳荣注意到了卢金慧的手机 这时候他就临时起意 假装绑匪向家属勒索 让他们误以为卢金慧还活着 以上就是欧阳荣的第二份口供 当警方听到卢金慧被肢解后 立即行动 想追回被垃圾车运走的石块 但已经来不及了 包括头颅在内的六袋石块 已经被焚化炉烧毁了 随后在欧阳荣的指认下 警方找到了剩下的那四袋石块 打开这四个垃圾袋后 里面总共有18块残肢 可这些石块 根本无法拼成一个完整的人形 后来经过DNA鉴定 确认这些残肢属于卢金慧 另外警方在草丛里 还找到了肢解用的菜刀 铁锤砧板和美工刀这些东西 经过鉴定上面都有卢金慧的血迹 另外警方在欧阳荣的车上 还找到了六颗安眠药 还有一张计划表 这个计划表上面详细记录了 如何实施勒索的全过程 不过奇怪的是 这份计划表上并没有提到 如何杀害卢金慧 虽说凶手是抓到了 部分残肢也找着了 可欧阳荣始终坚称 自己就只是肢解了尸体 并没有杀害卢金慧 他一直强调说 卢金慧是在浴室跌倒 死于意外的 还特意提到浴室里 有一块破损的瓷砖 就是他跌倒时弄破的 欧阳荣这个说法看似很合理 但是警方调查后 发现其中是疑点重重 首先如果卢金慧真是死于意外 欧阳荣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 而是选择用如此残忍的方式 处理尸体呢 此外警察带着欧阳荣 到现场指证的时候 发现破损的瓷砖位置 与他在警局的口供说法不一致 还有虽然欧阳荣在外边欠了很多钱 可调查发现 他正在读书的女儿名下 竟然有一套上百万的房子 关键是 他女儿那时候还没成年呢 而且案发的时候 欧阳荣还有一个同居的女朋友 每个月还给人家一笔不少的生活费呢 原来欧阳荣这边从卢金慧那里拿经济支持 转身就把这钱给了女朋友当生活费了 另外死者卢金慧的朋友透露 案发前卢金慧曾提起过 欧阳荣以投资的名义要跟他借一大笔钱 但他没同意 警方相信 欧阳荣很可能是因为卢金慧不给他钱了 才心生态念决定杀人勒索 警方推测 他一开始的计划可能就是杀人 因为他俩太熟了 要是留活口的话 后来肯定会被指认出来的 而且从欧阳荣身上搜出来的那三张王八卡 是三月底 也就是案发前一个月 就在跳蚤市场提前买好的 这说明他是有预谋的 另外关于事件结果 由于缺失的事块太多了 法医一时间也无法判断出 卢金慧的真正死因 另外我们前面提到 在欧阳荣的车上发现了六颗安眠药 法医就对事块进行了检测 但在肌肉组织中并没有检测出安眠药的反应 不过结合各方面的情况 法医推测 卢金慧生前很可能服用了这些药物 法医解释说 这种药在口服三十分钟后会让人嗜睡 意识和行动都会变得迟缓 刚开始 药物主要是在血液中 分布到肌肉中的量特别少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事块中没有检测出毒物反应 不过呢 欧阳荣对这些说法并不买仗 他始终坚称没有杀人 他还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杀人动机 虽然他做生意失败 但他表示并没有穷到要去杀人勒索的地步 他还声称自己其实并没有欠很多外债 后来警方找到了欧阳荣的女儿 他在接受询问时说 最近亲戚经常上门催债 基于这一信息 警方认定欧阳荣存在作案动机 后来欧阳荣被送去进行测谎 第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杀害卢金慧 第二个问题是 本案你有没有杀害卢金慧 第三个问题是 关于卢金慧和你在发生关系时死亡 你有没有撒谎 欧阳荣均回答没有 可测谎结果显示 他的回答有不实反应 尽管欧阳荣不承认杀人 但侠察官还是以意图绑架勒索 并故意杀人的罪名 起诉了他 2004年4月16号 高雄地方法院 一审就把欧阳荣给判了死刑 这案子一路上诉 到了2010年10月18号 前前后后审了8回 其中6回都判了死刑 欧阳荣的上诉理由 可谓是五花八门 其中一个上诉理由是 他认为警方非法取证 说警方对他女儿 进行了夜间疲劳审问 还有一个上诉理由是 那张犯罪计划书 仅能证明 勒索经过是有计划的 里边并没有提到杀人计划 所以无法直接证明 他有杀害卢金慧 欧阳荣还表示 遇事的血迹 王八卡以及法医的陈述 这些证据都可以有多种解释 并不能直接认定 他有杀人的事实 就在卢金慧这个案子 还没有一个定论的时候 竟然又爆出了个案外案 欧阳荣前妻的娘家人来报案 说欧阳荣的前妻和大女儿 几年前相继意外死亡 欧阳荣当时前后领了 有近1200万的保险金 他前岳父就指控欧阳荣 杀妻害女骗保险金 警方接到报案后 就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 资料显示 欧阳荣的妻女 当时都被判定是意外去世 1999年的时候 欧阳荣跟妻子在家里发生了争吵 随后他妻子就骑摩托车出去了 没多久就发现妻子 死在了大辽乡翁原村的 一个排水沟里 警察当时就认定 他是自己摔进排水沟里溺亡的 所以就按车祸意外给结了案 隔年 欧阳荣读大学的女儿 在宿舍上铺意外跌落 导致头部肿胀 不过当时并无大碍 可放假回家后 他却在浴缸中溺亡 警方当时的结论是 可能是因为脑部受伤病变 导致他在洗澡时 晕倒一头栽进了浴缸内溺亡 并没有发现他杀的嫌疑 可随着卢金慧分尸案爆出来 妻子的娘家人 对这一切提出了质疑 要求警方重新调查这两起命案 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证据不好找 最后关于欧阳荣妻女的死 因证据不足 监上官并没有进行起诉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卢金慧分尸案 这起案件缠送了八年 尽管欧阳荣百般狡辩 最后在2011年3月31号 最高法院还是认定 欧阳荣觊觎卢金慧的财产 以不祥之方法将他杀害 随后进行肢解和弃失 法院觊觎这些罪名 判处欧阳荣死刑定言 在等待执行期间 欧阳荣不停的喊怨 还在狱中写了一封偿信 为自己辩解 我们挑几条重要的来看一下 他认为自己在没有杀人的情况下 被硬裁上了不详方法杀人的罪名 他对此提出质疑 这个不详究竟是何种方法 刀杀 棍杀 药杀 枪杀 他说法院是先射箭后话把 对证据的解读 都是为了谋合杀人的判决 他在信中也承认 确实因为自私 为隐蔽卢金慧在家中死亡 才注下大错 但他强调自己没有杀人 另外他曾表示 通过写信打电话 给卢金慧的母亲道歉 但后来法官不许他再打扰家属了 至今欧阳荣仍在监狱里等待执行 那么他在监狱中的辩解 究竟是最后的挣扎还是另有隐情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最后也提醒各位 生活中凡是留个心眼 善良固然是好 但要小心别让不法之人钻了孔子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聆听他人的故事 体悟你我人生 咱们下期见